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市博樂 我是陳偉博 那今天時間來到3月11號 台北股市今天還是延續的 這一波行情的一個上漲 大盤部分的話 今天是上漲了45點 那然後在旗子的部分 今天上漲了66點 來 麻煩導播在這地方 旗子的部分上漲了66點 今天有一位不是微博的會員 投資朋友打電話到公司 他問了我的助理 伯樂指標不是在高檔了嗎 為什麼這個牌一直漲 我相信各位投資朋友 應該也有很多這樣的疑慮對不對 伯樂指標不是在高檔了嗎 為什麼一直漲 但是各位投資朋友 我想這一位觀眾 這一位投資人應該 你應該每天看微博的節目 不要跳著看 微博其實在節目裡面 都有做說明的 第一個 伯樂指標的日線是判斷趨勢 30分線是判斷短線 對不對 來喔 我們先講指數 先講期貨的部分喔 來 各位 這是今天的期貨漲66點 這是今天的走勢 我們來看一下日線的伯樂指標 這是到今天為止 105年3月11號 台子近月對不對 好 各位 這是日線喔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到目前為止喔 動能線95 我們拉近一點好了 讓觀眾確定 趨勢線94 然後請問各位 到目前為止 請問是不是向上 他是高檔沒有錯 但是他目前還是向上吧 微博之前曾經跟各位說過了 我說日線如果還是向上 台北股市不會走大空投啦 所以各位同志朋友 第一個 趨勢到今天改變了沒有 還沒有對不對 再來喔 30分線的部分 它是看短線的走勢 今天台北股市開平 然後走高了嘛 對不對 如果你今天看到 開盤的時候開在這邊 然後你今天就去做放空 你又被嘎上來了 但是為什麼今天不能放空 你來看一下喔 微博把日線的部分 我們把它切換到30分線去 我把它回到 今天的一個開盤位置點 我們確認一下這是今天 3月11號9點15分 它是8點45分到9點45分 第一盤開出的K線對不對 好 今天開平第一嘛 然後請問各位喔 今天的30分線開盤的位置點 是向上還向下 如果不會看我們看數字 動人線70趨勢線68 請問是向上還向下 還是向上嘛 來各位我剛才給各位看到什麼東西 請問今天的日線 不是日指標是向上還向下 請問今天的30分線是向上還向下 那如果今天的日線跟今天的30分線都是向上 各位今天會跌嗎 並不是因為不日指標到高檔了 它就不會漲 這一次的台北股市跟期貨 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微博前幾天也有透過節目跟各位做說明 台北股市這一波是從外資 也就是資金行情啦 上漲的一個行情 其實不是建立在基本面 它是資金 外資不斷地從國外匯資金進來 那這些資金進入哪裡 進入股市 進入期貨 微博之前就跟各位講過 特別調出 這是到3月9號 今天其實不用特別看 各位我們確認一下 這是當時候3月9號微博調出來的資料 這是什麼 這是期貨契約 好期貨契約裡面包括公佈出來的有什麼 自營商投信跟外資對不對 我說外資是最具參考性質的 但外資各位同志朋友 要結算了耶 下個禮拜三的期貨就要結算 外資有38343口的一個多單 再加今天就不值了啦 我要給各位什麼訊息 這一波外資一路從7000多點 做多做多做多 手上握了近4萬口的多單 下個禮拜三期貨要結算了 你覺得在結算之前 外資會拿自己的石頭砸腳 對不對 讓這個盤大跌 我問啦 各位 如果你現在手上都是 7000多點的多單上來的啦 你會留到結算 還是你會在這邊就把它賣掉 國際股市也還在漲啊 博論指標還是向上啊 所以目前台北股市 雖然已經到高檔了 但是不代表目前有立即下跌的一個可能性 原因在於 從博論指標來看還是向上 從外資的動作來看 他還是多單啊 所以各位的朋友 微博昨天有跟各位報告一個點位 你只要注意這個點位有沒有跌破 你就可以知道台股有沒有轉弱 微博 特別在昨天的時候 其實這是會員的權益啦 照理說微博不能在節目上面公開啦 微博昨天有跟各位講 包括台股大盤 已經出現了多空關鍵價位 這個多空關鍵價位是多少 8 6 4 2 好 各位今天來看吧 不管是昨天也好啊 各位昨天前天是不是都站在8 6 4 2之上 那既然站在8 6 4 2之上 指標沒有轉下啊 這個盤當然還有機會往上漲啊 如果這個盤是 大盤如果站不上8 6 4 2 博論指標才會正式轉為向下啊 當博論指標正式轉為向下的時候 才能宣告說這一波結束嘛 但是各位 8 6 4 2有沒有跌破 沒有啊 多空關鍵價位是微博 每一次在轉折點的時候 算出來給我們的會員 做參考的一個價格 這個多空關鍵價位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可以當作一個多跟空的一個依據 每一次台北股市 如果出現了轉折 要往下跌的過程當中 微博都會計算 多空關鍵價位給我的會員 所以昨天微博特別公布了8 6 4 2 你只要注意8 6 4 2 各位今天連大盤 今天大盤8 6 4 2也都沒有跌破啊 那怎麼會跌呢 各位你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行情的一個轉變 每一次微博都是 我拿出過去的紀錄給各位看好了 證明我們所講不虛假 各位投資朋友 每一次台北股市的一個轉折 比如說這一天好了 這個是1月4號的傳承稿 對不對 1月4號是什麼時候 我把時間點找出來給各位看啊 我們來講過去的轉折點 是不是每一次都是對的 來各位1月4號是這一天 1月4號這一天是 反彈上漲的一個轉折點 這一天出現了一個狀況 叫博日指標向下 我跟各位講喔 每一次都很準喔 當博日指標向下的時候 台北股市才有可能會走空投 所以其實你要注意的是 我什麼時候博日指標確定轉為向下 當1月4號這一天博日指標轉為向下 你看一路從8000多點 跌到7500多點啊 那這一天是不是博日指標向下 但是在更早之前呢 1月4號的前一天 12月31號對不對 這是1月4號嘛 前一天剛好就封關那一天啊 封關那一天的時候 還在8338 我給各位看這一通 這就是我們當時候跟我們的會員講的 這是去年12月31號封關 微博一樣發給全體會員的訊息 那一天封關嘛 對不對 有沒有出現一個重要轉折 我跟我的會員講 這個轉折是多少 大盤跟台子旗 都出現了多空關鍵價位 當天的溝空關鍵價位叫8258 也就是說什麼 也就是說如果8258被跌破啦 博日指標它是轉為向下啦 好了各位 當天收8338我說8258不能跌破 隔天有沒有跌破8258 所以當隔天跌破8258的時候 形成什麼 形成博日指標向下 那行情才會這樣摔下來啊 啊目前博日指標向下的嘛 我再舉之前的例子 每一次例子都是一模一樣的 來各位你看喔 這個是11月6號的位置點 11月6號位置點出現一個狀況 這樣博日指標向下 來11月6號是哪一天 這一天 來各位這一天 我稍微把它弄出來給各位看喔 11月6號 11月6號這一天也就是這一波 這個之前去年的一個所謂上漲千點的反彈行情 對不對 結束 為什麼 因為當天也形成一個狀況 叫博日指標轉為向下 同樣的啊 11月6號那一天 我們也有給我們的會員一個多空關鍵價位啊 這是去年11月6號的時候 同樣跟我們的會員報告 好 再來喔 包括台子期的部分出現多空關鍵價位 這個多空關鍵價位當時候是多少 8776 也就是說如果跌破8776 博日指標它會正式轉為向下 所以對多方而言 8776叫做分界點啊 各位 8776有沒有破 一樣是破的啊 所以當破了之後 這個地方形成博日指標向下 11月6號這一天 形成博日指標向下 有沒有 這是傳真稿啦 那有沒有從這一天開始 出現了一波千年的下跌 每一次都這樣子啊 這是去年的5月5號 各位還記不記得 我們去年都經歷了一個萬點啊 這是去年5月5號 我同時把去年5月5號的日期 把它打給各位看一下 去年5月5號是這一天 103年啊 來各位 這一天出現了一個狀況 原本是多頭的行情 但是這一天出現了一個狀況 叫什麼 叫做博日指標向下 一樣嘛 當天是9820點嘛 沒有錯吧 5月5號當天是收9820嘛 這一天的時候 很多人搞不好還看很多啊 但是我一樣跟我的會員講 不對了不對了 博日指標向下 所以當博日指標向下的時候 台北股市它才有可能出現 這樣子大幅拉回的一個可能性 所以很多人是一直在觀察 像微博現在每天也是在觀察 盤勢的一個變化 這個盤勢哪一天 博日指標向下的時候 那個就是我們那個空單啊 波段空單要出手的時候啊 但是還沒有啊 到今天為止 到今天為止 各位 這是包括30分線 切回來到日線 的確是高檔沒有錯啊 但是今天為止 博日指標向下了嗎 所以目前因為整體的趨勢 沒有改變 你如果真的有做空 就像我們一樣啊 微博之前有帶會員放空啊 各位 3月8號那一天 我們也有放空啊 放空了之後 微博利用在這個地方做回補耶 這邊獲利回補 這一通是訊息啊 3月8號啊 3月8號10點39分 大概就是這個位置點啊 這個位置點 我們回補的位置點 大概是在8548左右啦 為什麼 市價獲利回補先空手嘛 如果真的要空是要等拉高再空啊 各位 如果你不回補到今天為止 被嘎到什麼時候 被嘎到8707點啊 所以我們有依據的過程當中 能不能幫會員控制風險 無論是做多做空都好 你都必須把風險有效的做降低 你才有資格談貨利啊 不是這個樣子嗎 所以很多人製作主張這個地方去空 然後看行情漲上來說 不論指標不是在高檔嗎 我跟各位講 如果到高檔的話沒有錯 你的確要注意風險意識 我跟各位講 這個地方的確要注意風險 而且微博的看法其實沒有改變 只是目前不論指標還沒有向下 所以空方還沒有確定 從這個地方到8700點以上 我認為這個地方真的是要保守沒有錯 所以微博特別測標 打出了這樣一排紅字 要小心風險 不要去追價 是針對有很多股票的部分 因為現在的投資人 他有一種錯誤的一種習慣 看到了漲他才敢去追 看到了漲停板 他才敢趕快去追漲停板 但是我跟各位講 接下來在這個位置點 你往上如果你去追漲停板的話 你不見得賺得到錢了 如果你是之前台北股市 在這個位置點 也就是當博日指標 在低檔的位置點的時候 你做多 你去追漲停都沒關係 但是來到這邊的話 你股票去追漲停 對各位不是好的一個方式喔 這是我必須在節目裡面 透過節目給各位知道的 目前現階段的台北股市操作難度 比你想像還要高 你冒然去放空 你會發現被嘎上來了 但是如果真的去做多 有時候殺下去 你又停損出了 你有沒有發現 常常在發現這個狀況 所以微博特別跟各位講 為什麼操作要有依據 原因就是在這邊 那接下來應該怎麼做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微博會從股票部分 來跟各位講 因為期貨的部分 如果你要放空的話 就等博日指標向下 空就對了 現在還沒向下 不要空啦 懂我的意思嗎 股票部分它比較複雜 股票部分有的股票還在漲 有的股票卻漲不動了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會從股票部分 來做一個詳細的說明 待會兒 普遍佳園時 請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護 冰箱解凍過久的食物請丟棄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 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 多一分警觉 多一分自我保护 诚实负责 勇敢面对客户 企划专线 明儿2752-5868 2752-5868 城东董户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主力作手勾结坑沙散户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城东董户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习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福利 城东董户值得托付 02752-5868 城东董户 陈老师以基本面加独特指标 控制风险创造安全获利 陈老师以期货多工避险操作 个股波段操作 用指标实现人生目标 陈老师以决心诚实负责 勇敢面对客户 期待再见 02752-5868 2752-5868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台币股市这一波 已经涨了一千多点了 从七千多点一路涨到现在八千七百多点 但是各位的朋友 不论指标虽然还是向上 有很多的股票 已经来到所谓的高档区了 这也就是微博想要透过节目 来提醒各位的一个主要原因 不论指标只要来到高档区 你那时候就不要只是想到赚钱 你应该要有风险意识 如果你手上的股票还在涨 它是不论指标高档区的 你手上还抱着你就把它抱着 它要涨到什么时候 你就让它去涨 但是如果你还要加码 高档区的股票 我就不建议 要买要买 不论指标不要在高档区 甚至还有从底部刚上来的股票 如果你去买到高档区的股票的话 各位罗志朋友 你会发现一个状况 举例给各位看好了 有一些股票之前都很会标 但是事实上最近的走势都很差 这一档叫3492的常胜 各位你会发现常胜在之前的走势很标 对不对 但很多人不会买在这边 很多人却买在这边 你会发现 当它在低档的位置点 成交量都出不来 涨上去的时候成交量才出来 所以很多人都是追股票 追在往上涨停板 甚至往上冲高的一个位置点 当你买进去的时候 怎么办 往下回 甚至一直往下跌 怎么办 但是如果你有一个依据说 微博绝对不会带会员做这种股票 比如说好了 我们看刚刚那一档股票 叫3492的常胜 这是常胜 这是常胜的博论指标 好 之前为什么常胜 我们稍微把它缩小一下 为什么之前常胜从这边一路涨上去 很多人这个位置他不会买啊 但是各位老师朋友 你随便来找一天来看就好了 请问一下 当这个位置点的常胜 请问是高档还是低档 当它是博论指标低档 而且它不仅博论指标低档还向上 它不就是代表机会吗 所以真正的买点应该都是出现在 这个位置点 这个位置点 然后加码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很多人涨上去的时候才开始 听人家推荐才跳进去买 但是当你跳进去买的时候 你不晓得说它已经来到高档区了 什么叫高档 从博论指标来看 我们随便举例一天好了 然后请问各位 这个地方是高档还是低档 从博论指标 我们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教学 包括高低档我们都有数字的明确定义 第二条有说博论指标有高低档之分 80到90以上叫高档 那我请问各位 当一档股票从原本的低档 一路往上涨涨涨涨涨 涨到这边你才要开始去追 但是它已经来到高档区了啊 你偏偏在高档区去买一档股票 当你在高档区买股票 博论指标还没向下 它还有机会往上涨 但是它一旦向下呢 它就跌给你看了 各位你懂我的意思吗 这例子其实不只是一档而已 非常非常多 为了我来举例 这一档叫3632延勤 好各位延勤今天又跳水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吗 在延勤跌停跳水之前 它是夺标的股票吗 很多人一样这边不懂得去买进 来到这边才要去买进 但是微博会带会员做这样的股票吗 不会 要买要利用拉回买 绝对不是去追高 来各位我给各位看一下 3632延勤 这是3632延勤 这是延勤的博日指标 同样买点是在这边嘛 这边博日指标低档嘛 各位 给各位看一下 请问博日指标是高档还是低档 我们刚才有教过了嘛 博日指标要有高低档之分不是吗 80到90以下叫高档 20到10以下叫低档 既然这个地方是低档 来这个地方请问是高档还是低档 它是低档嘛 既然它是低档的时候 它是买点还是卖点 它当然是买点嘛 所以从这地方不就涨上来了嘛 但是很多人涨上来的时候 涨停涨停 才开始注意到这档股票 当你注意到的时候 它已经涨翻天了 当你注意到的时候 请问来到这个位置点 请问是高档还是低档 当它来到高档的时候 已经从20几块涨到40几块了 你才要追 当你追进去的时候 博日指标一旦转下 不就开始往下跌吗 那为什么你不拉回再买呢 微博的操作方式完全照这种逻辑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有一些股票来到高档 我们会怎么样 我们会把它获利做卖出 这是3月8号的时候 微博把2464盟利卖掉的讯息 我们在43块把它全力做卖出 好 那我们是买在哪里 买在33.4嘛 1月26号买的嘛 好 为什么会买盟利 以及卖掉盟利 一定有它的原因啊 这是今天的盟利 盟利这一波还跌到40块以下啦 今天剩多少 我们拉近看 今天是40.65 对不对 那我们卖多少 我们还卖在43块以上 好 重点来了 为什么微博要卖出盟利 从博日指标来看 我们是卖在哪一天 把时间对一下好了 让各位知道说完全都是有依据的 3月8号 对不对 3月8号盟利在这一天 这一天是105年3月8号的盟利 当天盟利最高还拉到45块多 好 各位 但是这一天却是我卖掉盟利的时候 为什么这天要卖掉盟利 因为这天盟利的博日指标向下 有没有看到 我们拉近点看 动能线88 趋势线89 请问黄色有没有跌破 确定跌破啦 跌破我们才去把它做卖出动作啊 但是很多人不会在这边买啊 但是微博却在这边买盟利 为什么 因为我们买盟利的时间 是1月26号 好 1月26号去买盟利 1月26号是哪一天 把它砍回去 砍回去1月26号你就知道了 这是盟利 请问到底是买在这边 还是买在这边好 那既然要买的话 为什么不等拉回买 为什么要去追价 所以微博特别在测标上面写 行情还在涨 因为大盘的日线博物指标 还是向上 所以指数 所以行情还在涨 问题是有很多股票 不是这个样子 现在现阶段要买的股票 要买博物指标没有在高档的 比如说好了 微博带会员续报的 2454联发科 联发科微博请会员买的价格 是在206块 各位 我续报到今天 我中间都没有被卖掉 今天联发科241 那为什么这边在洗 你看联发科上涨 它不是每天涨 涨给你拉回 涨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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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这边又给你拉回 为什么这边我都不卖掉 看联发科博物指标 你就会得到答案了嘛 这是2454联发科 今天来到241块了 联发科的走势 好联发科到今天3月11号 241 然后请问各位 联发科博物指标是不是向上 既然联发科博物指标是向上 各位为什么要卖 再来喔 比如说以昨天来讲好了 请问昨天是高档吗 昨天联发科没有高档 它也还是向上 没有向下 那各位为什么昨天的时候 我要把它卖掉 我当然不卖啦 我206块买进的 一路涨到现在目前 今天已经241块的联发科了 各位 我为什么要卖掉 这样不就可以赚大钱吗 所以我再次强调 所有的操作真的 无论是指数无论是股票 都要有依据 你可能怀疑说 这地方还能不能做 可以啊 来各位 微博带会员做什么 4147的中域 好为什么要买中域 各位你看人家中域今天怎么涨 这是中域 今天涨上来最高点 已经涨到221块了 好那为什么微博要买中域 来各位 你看一下中域喔 来我们不要看今天中域拉上去啦 中域我们看昨天就好了 请问昨天的中域 博日指标是不是向上 没错啊 当中域博日指标向上 不就代表他有机会整理完往上涨吗 说为什么微博会请会员去买中域 然后为什么中域可以赚钱 各位就是这样子做的啊 现阶段还有一些股票 我认为是有机会上涨的 各位不要去追价 各位要买的股票 应该是类似像这样子的股票 什么意思 各位你看到这是今天3月11号喔 这个不是之前日子 这是今天105年3月11号喔 但是各位你有没有看到 他博日指标才刚从低档要上来而已 来各位你看一下 请问是不是在低档 没有错吧 那既然在低档之前不涨的原因 是因为博日指标向下 那现在博日指标向上呢 所以现阶段要买的股票 应该类似四项 这样的个股对各位会比较有帮助 如果不知道怎么操作 那这部分的话 微博商业双手 我们都准备好了 那各位可以利用 电话的一个专线跟我们联络 那我们准备好之后 会带各位去一个操作赚钱 那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 感谢各位收看 祝各位操作顺利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加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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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